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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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我们就可以想到宋太祖在处理军队这样一个非常阳刚的问题上 采用的是一个非常温柔的 非常有技巧的 非常醇厚的手法 我们可以说是非常文明的解决军队的解军军队的问题 他不像汉高祖也不像明太祖大杀功臣用这个杯酒式兵权的这个方法所以这个故事无疑昭示着一个文明时代的到来那种动刀动枪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宋人看来是不太文明的 也不太技巧的 也不太技巧的 那这个是杯酒式兵权 那么宋太祖的第二个著名的饭局呢 就是血液防谱 我们看一看这个史书的记载 说太祖树微行过工程家 说太祖经常微服私房到工程家 我们要记住是树 不是说这一次到这个赵普家 他应该还到过很多人家 那么这里我们大家想 这个太祖为什么会经常出去呢 实际上这是与宋代解除了宵敬 你说老百姓都在大街上晃 当皇帝的天天憋在皇宫 他也很闷呢 他要经常出去走走 普美退朝 不敢变衣冠 宰相赵普呢 每天退朝以后 就不敢把衣冠都脱了 穿上变装 这个太祖他行程习惯了 到处晃荡 很容易到你家 到你家你说你穿个短裤探衫 怎么不礼貌是吧 一日大雪象宴 这一天下大雪 普役地不出 赵普心想 今天皇帝应该不来了 应该就是换上变服了是吧 九支 闻寇门声 夜已经很深了 这突然听到了敲门的声音 普人打开门一看 太祖站在门口 赵普急忙跑出去 看到地利风雪中 太祖站在风雪当中 普皇聚迎拜 赵普赶快出来 这个迎拜 我估计衣服都没来得及 换上阵装 地曰 以悦晋王于 以悦太宗至 一会儿太宗也到了 我们看这个记载很有意思 这个说的是太祖时候的事 然后呢 以悦太宗至 这个记载的时间应该到了太宗时候 或者是又被太宗加工过 设崇英帝坐堂中 就是地上呢 我估计本来是不一层地毯的 因为皇帝来了 赶快加上一个大红地毯 崇英就是双重地毯 大家就坐在地毯上 证明在宋初的时候 还是一个转型的时候 就是说 还是像唐朝人那样 喜欢西地而坐 这个赵普的妻子 亲自给太祖 赵普他们 赵酒 太祖也称赵普的夫人为嫂子 因为赵普比这个太祖大 英语普记下太原 那么吃着吃着就讨论太原的问题 因为太原一直是太祖的一个幸福大患 我估计当时太祖心中想的是 要不要打太原 是先打太原呢 还是先打江南呢 这是一个问题 一直是纠绝在太祖的心中 他睡不着 所以夜很深了 他还走出来 普曰 太原当西北爱面 太原正好把我们西北两面挡住了 挡分挡语 是吧 如果太原记下 则我夺挡之 如果太原被打下来了 那么我们就得承受这个北方的压力 不如郭寺 血平诸国 则淡丸黑子之地 将安逃乎 等我们把南方搞定了 那个淡丸黑子这样的小地方 像个小棋子一样的小地方 他不能往哪里逃呢 帝孝曰 我亦正如此 特是亲耳 这里我觉得也是意味深长的 太祖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特地来试试你 实际上呢 太祖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大的事情 大的战略 需要得到宰相的印证 就要几个人的印证 印证自己的看法到底合理不合理 那么这件事情我们看啊 这个小虎卢火旺旺的 是吧 君臣聊得很开心 又以嫂子称呼他 这件事情我们看出这个 当时的君臣关系还是非常好的 而且也让我们看出宋朝的这个权力的格局 我们大家都会说宋朝是中央集权 实际上这个中央集权并没有集到皇帝的身上 那么集到了谁身上呢 皇家与士大夫共天下 就是像宋朝这样一个非常丰富 非常发达 非常复杂的时代 很多军国大事 他实际上是要交给宰相 交给这些士大夫去治理 去参谋 去讨论 那么宋朝的最著名的这两个饭局 实际上也让我们看到了宋朝的一些趋势 我们说在第一个杯酒士兵权当中 这个君权的问题处理得很温柔 但是实际上它是处理得非常商业化 为什么是非常商业化呢 它实际上是等价交换 太祖和这些将军达成了一个学艺 你们把君权交出来 然后我给你们很多土地 你们可以去享乐 实际上是开启了一个 享乐文化 一个享乐文化的时代到来了 我们说在过去能源文明的时候 这个皇帝非常强调的是简朴 但是在商业时代 在宋代也是高兴养年 所以它预示着一个商业的时代 一个享乐的时代到来 我们下面要讲的就是 宋代的很多的饭局 都与这个享乐时代的国家治理有关 在宋代 国宴可称得上是规模 最宏大的宴席活动 队内能展示皇帝威严以及官员们的 政治修养精神面貌 增加军臣之间的情感交流 有效维护军臣之间的和睦关系 对外则展示着国家的形象和尊严 促进与他国的交流融合 甚至谈笑风声间就能决定历史走向 真正达到将饭和局相结合 那么宋代的国宴在外交中 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一场国宴又有着多少门道与讲究呢 那么我们讲了这样两个著名的饭局以后 我们想看一下宋代的饭局的讲究 那么宋代的饭局最著名的应该就是国宴 当然这个国宴它有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仁宗淡日赐群臣包子 就是在仁宗出生的时候 真宗还非常开心 生了个儿子非常开心 大宴群臣 每个人都发几个包子 为什么这件事情被寄入史书呢 就是在宋代它实际上面临这个问题 我们发现很多皇帝都没有继承人 所以仁宗诞生 真宗就非常开心 大宴群臣 而且是包子宴 这个是个比较简单的 另外一个比较著名的宴席 就是说徽宗的生日 徽宗的生日叫天宁节 在徽宗的生日呢 也是大宴群臣 举行了一个著名的国宴 就是非常隆重的 非常规范的 富裕仪式化的一个国宴 在我们今天看来 也许可能还不如那个包子宴 吃得自在 吃得享受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啊 这个在很多天以前 御膳房就开始做准备了 然后那一天 首先是皇帝啊 当然坐在镇中了 然后对面放了四排的椅子 第一排的桌子稍微高一点 是每人一坐 每人是个单坐 那么坐的是谁呢 宰相 亲王 然后呢就是各国的使者 这是第一排 那么后面三排呢 桌子呢也低一点 这个小板凳呢就更低一点 而且呢是三个人 供一张桌子 这样吃饭 实际上后面这三排 虽然没有第一排 地位那么高 但是一般也都是 补的上书啊这些 那其他的官员就要更远一点了 甚至是山门外都有 所以这个规模非常宏大 当然这种国宴呢 后来在后人的这个 很多记载当中 这个吃国宴也是很麻烦的啊 半天才上个菜 一开始上的还是看菜 还不能吃 等到上到普通官员的菜也凉了 吃完了可能回去也不舒服 这个是国宴 它主要是一个仪式 一种仪式感的这样一个存在 那么我们这里说的是这个国宴 那么国宴还有一种形式呢 就是外交的宴会 在宋代呢 它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时代 它和很多国家交往 非常密切 最有名的应该就是辽国 这个一般的演艺故事当中 我们经常觉得是 哇 这个大宋总是想干掉大辽 是吧 两国好像是一个敌国 那么真实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那么我们想 这个宋朝宴请辽史 它是不是洪蒙宴呢 那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从 饭局当中可以看 真正的这样一种关系 实际上在禅云之门以后 大辽和大宋 皆为兄弟之国 皆为非常友好的国家 然后呢 大辽和大宋 在大概120年当中 来往了300多次 300多次 正式的持节的交往 而且每一次人非常多 经常都是六七百人的 一个庞大的使团 当然这些使团 他们不仅仅肩负着政治任务 还有商业任务 文化交流各个方面 是吧 这样的话就牵涉到 经常有很多的院席 这个院席呢 说起来也是很有意思 就是宋朝的礼仪呢 非常多 你比如说这个辽国的使臣来了 看望皇帝以后说 我们要看望一下皇太后 但是大臣说这不行 这个辽国使者 就一年的这个纳闷说 你们的使臣去的时候 不是也拜访我们的皇太后吗 我们为了表示真敬 一定要见一见 大臣说这不行 现在你们的皇帝 和我们的太后是淑嫂关系 按宋朝的礼制淑嫂是不能见面的 这个辽氏添了 眨巴眨巴眼睛 搞了半天 没搞懂 但是也没办法 那么相对来说 辽国他举行的一些 招待宋使的宴会 那就简单多了 而且这个非常自由 这个辽国的君主 他一般不在宫廷里面接待 一般都到行宫 出去打猎 有一次这个我们宋朝的使者 朝军去参加他们的宴会 参加得很黑 结果回来还受到了弹劾 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去行宫的话 一般是在水边 然后大家打猎 设下了野鸡以后 就扒上这个第一只野鸡的鸡毛 插在头上 他们觉得非常漂亮 宋朝的大使也插上 然后大家一起喝酒 很开心 回来就被弹劾了 更郁闷的是 这个状元大使 王拱臣 当时的辽朝皇帝 叫辽信宗 这个辽信宗 对这个有知识 有文化的人非常敬佩 所以在宴席上说 我今天为了表示我的增进 我要亲自给这个状元大使弹琵琶 按说应该说增进了两国的交流 是吧 这个增进了两国的感情 但是呢 这个大使回国以后又受到了弹劾 说是你看看 你去这个辽国 辽国的皇帝跟你弹琵琶 如果下次他们到我们这来 那我们的人宗皇帝 要不要给他弹琵琶呢 那搞得王拱臣很郁闷 这个是文化的一个冲突 导致大家在这个宴席上 产生的一些这个误会 但是总的来说呢 这一百多年 这两个国家 他还是相处得非常开心 比如说萧太后去世 宋真宗 送了一万批的零罗绸缎过去 调宴 这个还是非常真诚的 宋真宗去世呢 当时辽胜宗一听 真宗去世了 立马在朝廷上就哭了起来 我们大家就想 他这个哭 到底是鳄鱼的眼泪 还是什么呢 实际上他是真心的 还是比较真诚的 他为什么哭呢 第一个呢 他是感叹说 哎呀 你看看 我们的大哥皇帝走了 是吧 哎呀 我的年纪也不小了 很快我也要走了 他有一种吐死湖碑的感觉 另外一个呢 他还担心 就是真宗在世的时候 我们两国和好了很多年 这个新上来的皇帝 他会不会搞事 后来等仁宗继位啊 然后派新的使者 表示两国要继续 世代友好 这种兄弟的感情 要继续下去 这个时候辽胜终又开心了 所以我们发现 这种外交的饭局 并不像民间的演艺想象的 宋辽 他是个鸿蒙宴 实际上他还是真诚的 这样一种和平 一百多年的和平 对老百姓还是有利的 对两个国家也是有利的 从本质上来讲呢 就是说白了 虽然幽云十六周 是大宋一直想收取的 是吧 从这个周世中开始 到宋太宗 攻打了很多次 但是一直打不下来 而辽国也不想放弃 因为这个是一个历史问题 不是说你宋朝的时候 你给我的 那是前几代的事了 领土的历史问题 它很难解决 那么既然打不败的敌人 那就让他成为朋友 所以这两国都采取了 心知肚明的 非常现实的 非常友好的这样一个策略 这个是我们说的 外交的这样一个饭局 那么在宋朝的国内 当时也有一些著名的饭局 就是公使钱的问题 这个公使钱就是 国家给地方一定的财政 这个财政主要是用于接待的 政府官员的接待 包括一些科举 考试的人士的接待 我们知道宋朝 实行仰视制度 所以对官员是非常的厉害 但这个问题 到宋仁宗的时候 就导致了极贫极弱 导致了国家入不敷出了 所以政府就要开始 对官吏的奢侈 对这种奢靡之分进行整顿 所以整顿公使钱的时候 他整出了一篇著名的文章 就是《岳阳楼记》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他这篇文章说的滕子经 滕子经也是范仲淹的一个朋友 他就造了个岳阳楼 然后请范仲淹帮他写篇文章 那么滕子经为什么会贬折到岳阳呢 就是因为他公使钱花多了 那么范仲淹在这篇文章当中 大家没注意的就是什么呢 实际上范仲淹是劝戒 用这句话劝戒 滕子经 意思是说 你要先天下之忧而忧 你不要先天下之乐而乐 所以这个劝戒的意义 我们一般读的时候 不一定注意到 在整顿这个公使前的时候 我们知道还有一个著名的人物 宋奇 我们知道他的文采很好 做这个成都的太守 在做成都的太守的时候呢 非常铺杖 每天要吃三十六个菜 家里面有三十二个侍女 后来呢 他就被一个人弹劾了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包公 包公就弹劾 说仲淹太奢迷了 实际上这个奢迷不仅仅 是滕子经 是宋奇 还有一个著名的人物 寇宗 寇宗有一个习惯 不知道他是怕黑夜还是干什么 就是他在家里面 搞宴席的时候 他把这个房间里的每个角落 什么厕所啊 厨房啊 都点上非常大的蜡烛 彻夜灯火通明 在那个年代 物质是非常匮乏的 说实话 一般的读书人 连油灯都点不起 所以这个是非常奢迷的 你包括著名的爱国将领李刚 他每艳客社传 必至百品 大家想一想 这够夸张的是吧 你这个吃饭吃到百品 预出则厨船速食蛋 如果在外面办公啊 或者游玩呢 就让厨师送几十蛋食品 可见送在这个奢迷之分 所以面对这些问题啊 皇帝是非常头痛 所以呢就下了很多道文件 进行诊治 那么一个呢就是 加强监督 你看包枕啊 这些人就是监督的啊 第二个呢加强审计 派很多官员下去审计 第三个呢就是压缩政府的开支 把你的定额减少 力图呢 整顿这种奢迷之分 对饮食的精致追求 促使宋代社会诞生了 花样繁多的美食 餐饮相关行业都很发达 不仅皇室贵族经常宴请 就算是普通的平民百姓 请客也并不少见 而且配套服务相当优越 从场地选择 做次安排 迎来送往 到菜摇选择等等 都有专职的人员承拦安排 那么宋代的普通百姓 请客吃饭 都有怎样的讲究 他们的请客花费 又会如何呢 宋代的普通老百姓请客 他也有很多规矩很多讲究 你比如说当年范城大 请客的请简 欲爱十爱日 22号 午间请大家吃午饭 款气阔 感性不外 很久没见面了 大家聊一聊 希望大家呢 不要见外 他持面镜 很多话 很多事我们见面再说 幼井巨城 钟大夫提举洞宵宫 范城大扎子 这是他的一个手书作品 范城大 亲自手书的一个请柬 宋代的那些饭店 那些馆子 它都是有排版印刷的 你上去只要填就行了 填好请谁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来吃饭 饭店就帮你送到那儿 送到那儿以后呢 就要签收 签收的时候 一般写一个支 或者是敬培末座 或者是什么刀培末座 但是你不要写错了 你如果是写了个谢 这个谢呢 在当时表示 我有事来不了 所以还不能写错 宋代的餐馆 它已经非常专业化了 你如果请客 他有什么酒博士 茶博士 他可以帮你安排 安排饭局 就是他从请客的安排 酒店的选择 怎么排座位 客人怎么借带 迎来送往 他都帮你一切都安排好 包括酒水呀菜呀 都安排好 那是非常专业化的 那么大家就问了 这个宋代请客 价格如何呢 宋真宗的时候 有一个大臣 丁卫 在刚开始做官的时候 有一个通判请他吃饭 请他吃饭 花了多少钱呢 五百文 一文大概两毛钱 五百文就是一百块钱 后来苏东坡也记载过一次请客 这个苏东坡记载过一次请客 是谁呢 是那个张淮明 张淮明请客 吃的也是五百万 那这说明在当时 吃的比较正式一点的 还像样的饭局 大概就是五百万 这个都是在馆子里吃的 那么普通在家里面吃饭 那普通家里面吃饭呢 普通家里面吃饭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朱熙请吃饭 带雪子为脱塑饭 就是说经过脱力的小米饭 制茄熟 则用姜海 净三四枚共食 就是茄子熟了 蘸这个姜和醋吃 当然这个茄子 如果说放点这个猪油 也是很好吃的 我估计朱熙这个连猪油也没有 是吧 他没写 那么朱熙这种饮食很简单的 在当时是出了名的 当时说有两个人 喝酒是连菜都不要的 一个是韩世忠 说韩世忠喝酒不要菜 说这个菜就坏了酒味 朱熙呢也是不要菜的 有一次这个星期几去朱熙家 朱熙就请他喝酒 这星期几一看怎么喝酒没菜呢 这个朱熙说那好吧 那就搞点菜吧 搞点什么菜呢 就用盐水煮了一碗黄豆 然后还规定说 喝一口酒 吃一粒黄豆 这个星期几吃两粒的时候 朱熙就很不高兴地看着他 后人都在讨论说 为什么星期几吃两粒黄豆的时候 朱熙就很不高兴呢 有的人就说了说是这个星期几这个人是非常奢靡的 骑了很多小窃 家里有很多庄园 朱熙就是要用自己的言行来告诉我星期几 暗示他你不要那么奢靡 生活可以就是一碗黄豆 鸡跟茄子 就这么简单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 朱熙他本来就是这么节约 节约到不仅仅是客级 对别人要求也非常严 后来看来呢 星期几对朱熙没什么意见 但是有的人对朱熙这种待客之道 他就有了意见 比如说一个叫胡红的 胡红去的时候 朱熙也用小米和茄子招待他 胡红吃了就很不开心 后来都没留在山上 本来是来拜访他的就走了 走的时候还跟朱熙的学生说 这个朱老师真的是很搞笑 这个山上你说没好吃的 难道鸡没有吗 一点酒没有吗 你就给我吃个茄子 吃个小米稀饭 哎呀不尽人情 后来胡红考上了进士 他就弹劾朱熙 说是朱熙 这个表面上啊 说很多大道理 但是你看看朱熙 他自己吃北米饭 新米饭 他让他的母亲吃那个 陈米饭 这个跟他宣扬的笑 相符吗 这件事情我们会觉得 实际上也是可以理解 我们知道很多老人家 他就舍不得吃这个新米饭 他一定要把这个陈米给吃完 然后再吃新米 所以搞得老实吃陈米 他节约惯了 所以后来胡红 他就通过这些事情来打击朱熙 而且把朱熙定为伪学 那么我们说在这件事情上 朱熙实际上在代课上 情商还是没那么高 我们说一个人 这个见面印象就是三分钟的印象 你可以穷自己 但是你不能穷客人 所以搞得胡红 本来是慕名而来 结果呢 汇聚了以后 对他印象很不好 可见在这个宋代的饭局当中 吃得好 大家成为朋友是个好事 吃得不好 经常呢还会坏事 那么还有一些著名的饭局 比如说紫鱼的故事 就是秦桧的夫人王氏 她呢就是到宫中 跟皇后在一起聊天 皇后说 哎呀现在这个紫鱼很难买啊 这个王氏说 哎呀这个有什么难的 我给你搞一百多条来 后来回去 王氏就非常开心地说 哎呀我们终于可以 跟这个皇后拉上关系了 我明天给他送一百多条紫鱼 这个秦桧一听就知道 哎呀你太傻了 你把这个事个办砸了 皇家吃不倒的鱼 你家有一百多条 你太上事了 哎呀这个王氏也吓了一跳 后来秦桧说 明天你就给他送一百条青鱼去吧 这个青鱼呢是非常普通的鱼 所以第二天呢一百多条青鱼 给皇后 皇后一看哎呀 这个王氏真的是没见识 这个紫鱼是紫鱼 青鱼是青鱼啊 但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出 这个秦桧这个人还是很不诚实 是吧做事虽然很有手段 但是很不诚实 那么同样还有谁呢 还有这个女姐 说女姐的夫人呢 在宫中跟皇后在一起聊天 皇后也说哎呀 现在这个白鱼很难买 女姐的夫人也是大包大懒的说 哎呀我明天给你送十箱 后来女姐一天也吓坏了 说你怎么敢这么说呢 那那怎么办呢 明天给她送脸箱吧 送脸箱 应该这个事就算过去了 后来送了脸箱 果然大家也没注意 是吧脸箱就很少 这就说明 不能够太张扬 要低调 宋朝的西元雅籍 是历史上著名的雅籍之一 它的著名除了场所的清幽宁静外 还因在这场雅籍中 汇聚了很多耳熟能详的大家 他们在园子里 或是吟诗作画 或是交流勤艺 再或是讨论学问 传送出了宋代雅士的种种生活情趣 为后人所景仰和追目 那么在这场雅籍中 究竟出现了哪些 值得我们景仰的大人物 除西元雅籍外 宋代还有哪些 与文人雅士相关的宴会呢 那么我们说 这种宋代的饭局上 除了这么多的刀光剑影以外 那么有没有一些 比较文雅的饭局呢 有没有一些非常和平的 文明的饭局呢 还真的有 比如说宋代的文人雅籍 宋代流产到今天 有一幅著名的西元雅籍图 就记载了宋代文人的一次聚会 地点在驸马王生家的西元 这个驸马 他家的花园肯定很大 参加的人呢 有爱苏 这个苏氏苏哲 还有苏门四学士 那么还有大画家李公灵 李公灵后来就把这次聚会 画了一幅画 叫西元雅籍图 当时参加的还有著名书法家米福 米福呢 还用自己的书法 写了一篇西元雅籍图记 我们大家知道米福是宋代的 这个书法四大家 宋代的书法四大家 苏黄米菜 这一个图上就有你看 大文学家苏哲 苏东坡 大诗人黄亭坚 大画家李公灵 大书法家米福 这些人 所以这个聚会非常有名 然后又出了两幅作品 一个是著名的绘画 西元雅籍图 一个是著名的书法 是吧 西元雅籍图记 大家都认为这一次的雅籍 可以和王羲之的 蓝亭籍的那一次文人的雅籍 想媲美 因为他这一次参加的这个这个著名的文人更多 而且也产生了两件这样的艺术的杰作 对宋代文人他的这个集会还有很多很多 这一次呢是代表性的一次 说到这种雅籍呢 还有一种雅籍 也是非常有名的 从唐代开始 那些晋试考完试了 有文喜宴 那么宋代呢叫群陵院 群陵呢是这个宋代的皇家的花园 就是晋试要在宋代的皇家花园举行聚会 这种聚会形式在唐代的晋试聚会就有了 当时叫文喜宴 文喜宴就是听到好消息的宴 实际上最早的这个文喜宴 它是落地的这些举子 考完试了没考上 大家就到去江的皇家花园去 一起发泡牢骚 说哎呀今年的尸体太难了 感冒没考 因为发挥不好 后来慢慢地继续落地的呢 就不聚会了 考重进士的人在此聚会 因为是私人聚会 大家一起凑分子来吃饭 然后呢 有一个比较有名的环节就是探花 就是去公园中找最漂亮的花 大家赏花 赏完花喝完酒 然后再去大雁塔上提向自己的名字 叫雁塔提名 这样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形式 那么到宋代呢 重视知识分子是吧 重视这个师大夫 所以这个群灵宴呢 宋朝皇帝就说 不用他们这个出钱 国家出钱 用国家出钱 来办这个宴会 而且经常皇帝也出席 首先是这个赏赐是吧 赐什么呢 经常是赐书 有的时候皇帝赐一两首诗 然后呢 第二个环节呢 就是带花 给考中的近视艺人带一个花 也是非常这个荣耀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 第三个环节啊 这些考中近视的 他们就给皇帝显示表示感谢 所以这个整个整个环节呢 这个官方的仪式啊 不较隆重 这个形式后来到了明代清代都在搞 去记载清代的这种群灵宴呢 用的盘子是银盘子啊 前三名啊都用的是金杯 喝酒的时候都是金杯 拌菜呢也都是御厨 亲自做的 但是后来这个到清末的时候 这个宴会也办得非常冷清 皇帝也不来了 就让这个宫亲王来 宫亲王也就是走个过场 跟大家见个面打个招呼 然后就走了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饭局中的故事 饭局中的讲究 我们就发现 这个历史就是一个饭局 当封建社会走到清朝的时候 走到封建社会末期的时候 真的有点人走茶凉 取忠人散的感觉 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